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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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在以美股56.3元至57.35元 回购总值5130万元股份 长和00001 左以以美股90.75元至91.05元作价 回购60万股 设资5458.9万元 长时与长和股价作分别上升 4.8%和3.1% 今日两者跟随大师调整 长时跌约3.18% 报56.3港元 长和跌0.66% 于90元水平上落 轮正资金流方面 长时好仓作净流入于110万元 长和好仓同日净流入于90万元 看好两户股份 留以长时价外购23651 行使价62.88元 2019年1月到期 以及长和贴架架25188 行使价93元 2019年4月到期 有报道引述消息指 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审议一项合并中国联通集团和中国电信集团的计划 以加速内地5G流动通讯服务的发展 刺激联通00762 作成为表现最好蓝筹 抽升近6%至9.58元 依据升穿10天 20天 和50天线 不过联通昨收拾后表示 公司不了解相关情况 且并未解获任何相关通知 今早联通股价回调于2.4% 回至9.5元水平之下 左右逾80万元净流入联通好仓 无日累计净流入近50万元 认为腾讯上有向上空间 流易联通贴架构 21747 行驶价远 2019年3月到期 重要风险通知 本结构新产品并无抵押品 结构新产品之价格一般可及升 亦可及跌 有可能损失结构新产品 知全部获重大部分购买价 格下对此应有所准备 格下投资前应了解产品风险 如有需要应咨询专业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